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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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的时候啊 是先生突然心肌梗塞就枉生了 家里是上司负债的 在那个时候二女儿上网求援 他也想到弟弟 国中毕业也需要升学要花钱 然后我们的房租费也没着落 台北分会的社工 有去浏览到我们家里的情况 就请了板桥区的房市师姐 到家中来关怀 你一个人带上个孩子很辛苦 孩子的注册会 我们会持续帮忙 谢谢 谢谢 那师姐对我这样一路的陪伴关怀 也经过了六年 2011年的时候 我能够进来上社区志工课 见习课 然后一路过来培训课 参与了房市 看到的好像比我更苦 让我才能够觉得说 原来自己也是很有福分 所以我也发愿我要在这个房市的区块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让他们一样可以跟我一样走出苦难 来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 这是我内心的期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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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